除了阿末扎西涉及的外国签证舞弊案 表罪不成立 另一名面对贪腐案的 巫统华林国会议员 南都司令阿杜阿兹 今早则获释 但是不等于无罪 基于控方申请撤回被告 也就是阿杜阿兹事前 九项受贿和洗钱案罪名 吉隆坡地庭宣判 阿杜阿兹在不等于无罪下获释 不过控方依然可以援引新证据 再次提供阿杜阿兹 接着来看一组法庭消息 基隆坡地庭法官阿杜拉今早宣判 基于控方要考量新证据 主控官阿斯林达提出申请 撤回朝圣基金局前主席 兼巫统华林国会员阿杜阿兹 三项受贿和六项洗钱案 因此地庭援引刑事程序法典 第254之三条文 裁定被告阿杜阿兹获释不等于无罪 就现阶段而言 控方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继续调查 或再次提供阿杜阿兹 根据控状 这名55岁的巫统国会员 涉嫌在霹雳和击打道路工程项目中 收贿520万令吉 以及向曼努术阿杜斯私人有限公司 收取合共1390万令吉 分别面对三项受贿和十项洗钱控状 不过上苏廷本月5号宣判 踢除四项洗钱罪 剩下的六项控状 今天也暂时撤回 与此同时 巫统官司派另一人沙巴巫统主席 拿都司里帮莫达的280万令吉 贪污案审讯方面 吉隆坡高庭今天批准他与妻子 拿听司里支支一支地 提出的暂缓审讯申请 以等待两名被告 针对法庭预令自便的司法检讨申请 2019年5月帮莫达被控三项受贿罪名 支支一支地则面对三项串谋罪 吉隆坡地亭本月初裁决 双双表罪成立 意味着夫妻两人必须在抗辩阶段 挑战控方的论据 镜头转到以保 霹雳州移民局前局长和前检控组主任 利用职权之便 向一家娱乐中心 每个月收取1万令吉汇金 两名师则前公普今天被控上 以保反贪污法庭 各被判监禁三年 外加罚款8万5千令吉 根据控状 50岁的祖海林和54岁的在迪 2015年11月5号 在以保美路某个俱乐部 向阿基Gate要求每个月1万令吉汇金 以确保不会拉队突击检查 斯里曼荣市中心一家娱乐中心 抵触2009年反贪汇法令 第16-A-B条文 并与刑事法典第34条文同读 前检控组主任在迪在6天后 向男子收取7000令吉汇金 之后在隔天把钱转交给霹雳州前移民局局长 祖海林 双双抵触2009年反贪汇法令第17-A条文 两人决定上诉 法庭批准被告各以3万令吉保外 但罚款必须先行缴付 另外 森美兰一名罗里斯基10年前 被发现非法私囤政府津贴柴油 并向执法道贸销局官员行贿3000令吉 被控上服荣地方法庭并俯首认罪 最终他被判监14天外加罚款15000令吉 根据控状被告出团抗2012年5月20号 在波德森一家加油站被执法人员揭发私囤补贴柴油 他于是向官员行贿 以作为不举报的报酬 抵触2009年反贪汇法令第17-B条文 投射 感谢观看